我同意了吗 你还一声不吭的把孩子也带走了 你不管他 我只能带走 你这是离家出走你知不知道 我跟你说过 这边的事办完两三天就回去 谁知道你回去要办什么事见什么人 拉在全家给你打掩护 方邪文一回家 看到玫瑰留下的字条 气得咬牙切齿 立马打电话兴师问罪 面对老方的疑神疑鬼 玫瑰非常气愤直接挂断电话 但方邪文仍然一遍遍的不停拨打 他忍无可忍只好关机躲清静 老方气急败坏 让秘书订第二天的早班机飞北京 但很不巧 公司明天有并购谈判 他瞬间冷静下来 去北京的事也只能信心作罢 玫瑰从苏苏那得知分手的原因后 马不停提的来安慰哥哥 但黄振华认为错不在自己 即便该分手也得自己提 玫瑰劝解他谁提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看清自己的内心 同时也隐晦的表达了自己的现状 结婚的时候都是奔着满分去的 到后来发现能及格就不错了 而此刻的黄振华并不能理解他的身意 玫瑰发出灵魂拷问 如果事先知道苏苏有贵子婚姻 是否还会喜欢他 老黄只考虑了三秒 便坚定地回答 仍然会选择与他在一起 并且他还是唯一的结婚人选 玫瑰明白了哥哥的心意 便开导他人生短短几十年 能够遇到愿意一辈子在一起的人不容易 想明白了就不要错过 黄振华听着 似乎也放下了心中的芥笛 第二天晚上 方振文回到空荡荡的家 无意中看到学校发给玫瑰的录取邮件 便又打电话催促他回上海 同时还质问他不想回家 无非就是不愿生二胎 又是这种阴阳怪气的前台词 玫瑰已经不愿浪费口舌了 直接给他选择 你是真的想家要个孩子呢 还是想一次把我拴在家里 如果你能答应 你在家带孩子 我出去上班 咱们就生二胎 方振文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这么多年了 玫瑰早料到老方打得什么如意算盘 于是便挂了电话 方振文越想越气 干脆直接联系学校 谎称他怀孕住院 无法胜任工作 拒绝了offer 同时还偷偷删除邮件 几天后玫瑰返回上海 方振文迫不及待 从小出那套话 试图打听他都见了什么人 玫瑰对他这种行为极其反感 质问他脑子里都在想什么 老方却嗤之以鼻 突然看到他星座的指甲 找谁家了 为什么 喜欢 玫瑰第一次如此确定地表达了自己的喜好 方振文心里极不痛快 狠狠地盯着他 似乎要把他冻穿 到了晚上 他故意唆使小出 拉着妈妈一起讲故事 玫瑰只好硬着头皮躺在一侧 等小出睡着后 老方想实施二胎计划 玫瑰起身厌恶地告诉他 自己不想生二胎 老方定定地看着他离去 无意中发现他手机落在床头 于是邪恶的内心又有了新主意 他在玫瑰手机上安装了跟踪软件 方便他随时监控 玫瑰一直都没有等到面试结果 于是去了学校了解情况 哪知道相关老师告知 他的面试早就通过了 但他先生以怀孕住院为由 拒绝了这份工作 玫瑰顿时心里凉了半截 方振文又以同样的理由 同样的手段 阻止了他出去上班 这一下他忍无可忍 告别老师后 他冷静地通知方振文 让他今晚早点回家 老方越想越不对劲 打开跟踪软件 知道学校的事情暴露了 晚上 玫瑰把小初送到朋友家里 此刻看着方振文 他觉得无比陌生 无比遥远 看了好久终于说出口 想离婚 而方振文却摆出一副 受害者的姿态质疑玫瑰 说吧 在北京 到底见了谁 玫瑰终于笑出了声 笑自己当年的愚蠢 笑这些年的不值得 于是冷静地告诉方振文 我给不了你 儿女双全的生活 你也给不了我信任和尊重 我们根本就是 两个世界的人 我给你帮助我信任和尊重 我给你帮助我信任和尊重 我给你帮助我信任和尊重